最近我们走对 感觉皇上精力不济 困倦难当 有时还弥漫着酒气 这该如何是好啊 我说 都下去吧 是 娘娘怎么了 有点头晕目眩 奴婢去叫太医过来 先不用 你查得如何了 娘娘 听说皇上私底下 问江太医要了露雪 江太医说露雪性烈 与圣体无异给回绝了 但奴婢发现 永寿宫的人 每日都到露院 割了新鲜露雪 令妃用露雪 难不成他制了露雪酒 给皇上喝 皇上在江太医那儿 索要不得 怕是另有人 用露雪酒讨好了皇上 皇上此刻再何处 永寿宫 咱就永寿宫 不必请安 都退下 永兽公的主位呢 皇上 怎么办呢 朕头晕得厉害 想睡会儿 你先出去 叫皇后先回去吧 皇上 你别睡呀 皇后娘娘会责怪臣妾的 她是皇后 你是妃子 你帮她训斥几句 等皇后气消了也就罢了 等朕好些了 再去见皇后 出去吧 是 不知皇后娘娘奉嫁来临 臣妾未能远迎 还请皇后娘娘恕罪 皇上呢 皇上 皇上酒醉 在济年睡下了 是你割了鹿血酒 让皇上喝下的 皇后娘娘 皇上一心想补好身子 臣妾也想劝皇上置于龙挺 可劝不住啊 你倒是会推脱 皇上让臣妾相伴 臣妾不敢不从 你若劝不住皇上 大可以来告诉本宫和太后 你一味纵着皇上的心思乱来 就是肆意隐瞒 居心不良 皇后娘娘训斥 臣妾何该领寿 但 请顾着皇上的颜面 您先回宫歇息 皇上说待她好些 便会来找您的 身为嫔妃 敢哄皇后娘娘走 令妃娘娘也太大胆了吧 臣妾不敢 皇上酒醉伤身 眷于朝鎮 你们却不思劝戒 献媚讨好 媚过主上的罪 你们担得起吗 臣妾之罪 皇后怎么来了 臣妾恭请圣安 都起来吧 朕哪 不过就喝了点酒 并无大碍 皇后放心 臣妾侍奉皇上多年 从未见过皇上白日酗酒 可能是 今日较为疲累 偶尔松反松反 皇上喝酒松身 臣妾是不敢多言的 只是嫔妾们求一时之孝 给您敬了露邪酒 露邪酒的性子过热 皇上又在体虚的时候 臣妾实在是担心 皇上须不受补 伤了龙体 皇后啊 朕明白你的心意 不过朕刚才说了 这事 你就过了吧 大白天的 都散了吧 各自回宫去 怎么 没听见朕说话吗 皇上 他们是自己知错了 才跪在这儿 您要轻纵他们吗 皇后如此地不依不饶 难怪他们这么畏惧你啊 皇上 是臣妾的错 臣妾有罪 娘娘 三宝拿了醒酒磷 还是请皇上趁热喝了吧 不必了 这方材兔得难受 不喝了 朕不是说不喝吗 皇上喝了这么多酒 应该喝点新酒汤 缓喝缓喝 这说不喝就不喝 娘娘 皇后哪儿啊 娘娘 皇上要是生气 要做要罚 臣妾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皇上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臣妾实在是心疼 臣近日累了 就在令妃这儿歇下了 皇后也回自己宫里 冷静想想 自己有何错处 令妃 你从朕回去 其他人别在这儿点眼了 都回自己宫里去 是 皇上封臣妾为皇后 直言尽尽不算有错 皇上若是怪罪 臣妾自己跪下手法 你这是干什么 妖怪你自己跪 娘娘 您这是何苦 夫君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妻子不能劝一劝吗 就算她是高高在上的君相 本宫是臣子 不能一劝吗 康父 Dios 皇上 皇上您别生气 他打算归多久 皇上 您不先出生 皇后娘娘哪敢起来啊 她这是照着皇后的身份来要挟朕 皇上 皇后娘娘对您一心关切 只是情急之下才会言语不当的 皇后糊涂了 皇后娘干涉朕 撤住朕 怎么连皇后也生了这样的脾气 皇后 皇后 娘娘 娘娘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娘娘您怎么了 皇后娘娘娘 娘娘娘您怎么了 皇上 皇后娘娘 娘娘您怎么了 皇上 娘娘娘您醒醒 弈翊 皇上 娘娘您好我 荣誉 娘娘您怎么了 小华大医 皇后娘娘 happier 牛亦 娘娘 皇后娘娘您醒醒 这喝了醒酒瘾 酒瘾应该消了吧 基本上闻不着酒气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熏着它 怎么还不醒呢 皇后娘娘累着了 多睡会儿也好 娘娘 娘娘 醒了 皇后娘娘醒了 皇后娘娘醒了 太好了 醒了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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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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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如意 你醒了 怎么了 都笑什么呢 你玉玺了 江玉玺 江玉玺 皇后娘娘安心 你以为太像出现 所以受验的症状不明显 但是从脉象看 却是玉玺有月余 都会不会一极民生 都会帮行成可恣呀 是玉玺的 茸玺的 也只是个爹 相承好 最后要被超过的 庇折 你小却是一个的 陈上老子的 那我们以为你 万一的 要命便不要了 那就好 你们都下去吧 喳 立正告退 如意啊 今日在永寿宫 真是喝酒喝过头了 臣妾若不是怀了身孕 皇上还和臣妾置起呢吧 你别生朕的气了 孩子也会跟着不高兴的 你也知道 朕不是一个贪隐之人 也不是一个不顾朝政之人 朕喝鲁邪酒 无分是近来觉得 神乏体虚 想要身体强健罢了 也就可以破了 青天剑所说的与十二个相刻一说呀 皇上啊 您太在意天相之说了 这些日子 也就是朝朕繁忙给累着了 炎衣用药好生保养 就会好转的吗 朕虽然正值壮年 但皇阿玛 也是正值壮年的时候骤人离世 这几日啊 朕常常梦到皇阿玛 想起来就心惊 这几日子 先帝是急于求尘 才无始的静丹 其实立刻见孝的东西 最伤人根本的 好 朕知道了 你安心养胎 给朕生一个皇子 比什么都要紧 臣妾自然会好好养胎 可是后宫的事 臣妾也不能不怪啊 这几日子 令妾她妖肿媚伤 确实是做错了 这样吧 从今日 到咱们孩子满院 朕把他们的绿头牌 都给撤了 不许他们拾起 如何啊 皇上爱惜自己的身子 就是对臣妾最好的考量了 对臣妾 皇上 皇上 是立北娘娘在叫您 皇上 皇上 臣妾冤枉啊 立北娘娘 你这是做什么呀 您和皇后娘娘错怪臣妾了 皇上听臣妾解释 皇上 立北娘娘 皇上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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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臣妾已经侍奉皇上 不知错在何处啊 那你觉得是朕的错 皇上当然没错 那是皇后的错 臣妾不敢 那就只能是你的错 自己的错自己担任 皇上 立北娘娘 你快起来吧 立北娘娘 臣妾冤枉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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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备 本宫真的有身孕了 当然了 娘娘 您今儿 吻了千八百遍了 不用喝做大药 就这么顺利地有了 您真是高兴坏了 本宫不是高兴坏了 本宫是不敢相信 您有了孩子 跟皇上也解开了心结 那就好了 您怀的是嫡出的孩子 皇上高兴去封仙殿 寄口列宗列宗了 本宫和皇上的心结 倒是结了 只是皇上这阵子 担心变老的心结 不知能不能过得去 谁能不介怀生老病痛啊 皇上今儿 不是已经答应娘娘 不再喝陆雪酒 好生调养 直到细讯后 高兴成内犯不雅 皇上一定会 珍重龙体 振作精神的 但愿皇上能明白 年岁渐长 身体渐弱 也是在所难免的 和秦殿尽所言的父子相克 又有何干系呢 皇上会明白的 娘娘 您这胎来得不易 王后得更加珍重身子 别再想那些了 早些安置 对龙带有益 睡了 永远 照顾 刘